女人高烧不退来到医院求救 可医生却看都不看 直接叫人把她扔进了零下100度的热水里 一瞬间 女人的身上就像被无数蚂蚁咬了一般 痛苦地嚎啕大叫 医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在昨天 女人蹦跌时被人一把推倒 脑袋遭到了猛烈撞击 当警察赶到后 女人突然停止了呼吸陷入昏迷 可到医院一番检查 医生不仅发现她的身体一切正常 还查出了她曾经有过吸毒史 这让大家顿时怀疑女人是在装病 而就在这时 女人突然全身静挛 眼看着就要凉凉 医生健壮 连忙掏出肾上腺素打了一针 才暂时稳住局面 为了找出病因 医院找来拥有怪节医生之称的豪斯 让她全权负责此事 但豪斯并没直接去病房 而是当着大家的面翻开女人的包 接着拿出残留由女人呕吐物的围巾尝了一口 不过很可惜的是 除了有点嫌豪斯一无所获 而此时的病房里 女人突然又开始产生幻觉 不仅嘴里大喊着有外星人 还说医生们都想害她 小黑健壮连忙上前按住女人 却不料被狠狠咬了一口 无奈之下 小黑只好叫来豪斯医生 可豪斯来了之后 直接拿出针管扎向女人大腿 发现没有反应 豪斯干脆把针管插到了最深 但女人依旧没有醒来 看着豪斯一顿骨刀 小黑心里害怕万分 生怕他把女人给弄凉了 而这时豪斯却趁小黑不注意 拿针扎向他的手臂 他确定女人得的是狂犬病 小黑就是被他咬伤感染了 但经过仪器扫描 女人因为几年前感染没有治疗 如今的生命竟然只剩下了三天 而小黑因为及时打了疫苗没有大碍 原来女人曾经有个幸福的家 但在一次出门旅行时 女人疲劳驾驶发生车祸 全家人都失去生命 只有女人活了下来 后来出于自责 他开始四处流浪 想用这种方式来惩罚自己 却不料被蝙蝠咬伤感染了狂犬病 回到病房里 在女人生命的最后一刻 此时的他已经意识模糊 错把小黑当成了已故的丈夫 但小黑没有解释 而是以丈夫的口吻原谅了他 得到原谅之后 女人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还请不吝点赞 订阅 ' '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